我覺得DJ是一個殺滅的遊戲 在DJ和DJ的競技之間會有實力的提升 當然會輸,輸是必然的 但是經過很多次失敗,自然會有成功的一天 這個算是一個HipHop問題 我覺得絕對是 最後是因為Love and Peace,想自己的實力提高 所以才會輸贏 大家好,我是DJ麥仔 來自Cut Together的DJ麥仔 當初為甚麼呢? 當時看到一個很厲害的DJ 我很喜歡的DJ 真的喜歡很簡單 但我喜歡很簡單 Turntableism就是長盤主義 裡面是有Scrash和Beat A Go 然後我們會組裝一套Houdin 通常是六分鐘 用我的六分鐘或者他們的六分鐘 去互相比賽 以我的六分鐘去打別人的六分鐘 互相去競技切磋 從而令自己的技術提升 會得到甚麼呢? 是生理的感覺和經驗值 當時去其他地方學藝 而結識了很多朋友 技術當然會提升 自己有甚麼轉變的話 其實技術上 朋友的層面 可能在同一個國家 但有不同國家的人 來到這個國家去修行 去學這件事 所以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會有 好像有些德國和英國的朋友 他們會特意來到香港 找我們一起去玩 本身我英文不太好 但都可以透過唱盤 去溝通去玩這件事 那大家 原來你這麼厲害 我又這麼厲害 大家可以做一個朋友 當然 有些trick他不懂 我就教他 我不懂的 他就教我 這樣會有個交流 有一次有個很厲害的 英國冠軍來這裡 我發現他有個trick不懂 然後我就教他英國冠軍 他是上了世界冠軍 他不懂我 我教你 這樣 是交流開心的 然後我又做了一套東西 給他看 然後他又給我一些feedback 那次我在想一些東西 然後再套用下去 是好的 整套是漂亮了 其實內地的scratch文化 是好很多的 為什麼呢 一來政府會贊助他們 二來是真心搞的人 他們真的會搞 這樣 希望營聚到一個新的力量 希望可以跟內地接鬼 同事朋友家人也好 都覺得DJ 都是玩一下 播一下歌 其實DJ是真的一個音樂 為什麼呢 你是一個 創造一首新的音樂 有其他技術 會進入這件事 這個我覺得是 創作音樂的其中一種 總之將來有什麼交流 有 有 我就一定會出席 對初入行的DJ 和沒有心機做DJ的朋友 有什麼建議呢 我衷心希望 這個是衷心希望的 希望可以學多些技術 不要只是歌頭、歌尾、歌中間 混合過歌 那就算了 至少學四個巴巴 四個巴巴做 可以了 很簡單 做一下就一下 正 好嗎 都是看自己有沒有愛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 我為什麼去學呢 看看初心 如果有新做DJ的朋友 那我有什麼意見呢 有三個方面 一 是上網 看別人的世界級冠軍 怎樣組織 怎樣做一套的routine 第二 上門找他 去到學一些skill 來增值自己 第三步 這個最重要的 自己練習自己試 這個真的很重要 要說三次 因為 你做了頭兩樣 我學了 我看了 那你自己不試 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只得掌握一下 它雲 又不是 那些設計 當然 之後 我 你 我們